牛大宝一直盯着师父 无量大师给的那个锦囊 这可是一个智慧的锦囊 更是一个救命的锦囊 只是牛大宝心里多少有点尴尬 居然用到了欧阳喜喜这个叛徒的身上 师父无量大师 神通广大 居然能够算出一年后发生的事情 最让他震惊的是 这个锦囊里面的破解图 居然是和秋触机设置的爆炸装置 一模一样 当时牛大宝欣喜若狂 对着欧阳喜喜说道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没有想到 这个我师父留下来的锦囊妙计 居然真的可以解开你这个爆炸装置 听到牛大宝说爆炸装置有救了 欧阳喜喜也是感动得眼泪汪汪 他是真没有想到 自己背叛了牛大宝 最终的命还是需要牛大宝来救他 大宝哥 我对不起你 他挖地一声哭了起来 牛大宝却愣了一下 然后赶紧说道 先别紧张 现在还很危险 你得悠着点 千万不要用力气啊 小心地嘱托 细心地观察 欧阳喜喜彻底被牛大宝的男人责任感给震惊了 此时的他心里很后悔 也不知道秋处鸡有没有种下种子在他的身体内 想想这些日子陪着秋处鸡 没有一个次让自己满足 也没有让自己特别的开心 只是告别了孤独寂寞罢了 而现在牛大宝来到他的身边 让他知道 什么才是安全感 什么才是男人味 那一刻 他是后悔不已 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要 看到牛大宝亲自在他的身边 趴在床下拆解那些装置 他异常地感动 李玉蓉站在牛大宝的身边 轻声地说道 老板 还是让我来吧 我比你熟悉 但是牛大宝却挥手说道 你们全部都出去 离开这栋别墅 有我这个图 应该问题不大 你们放心吧 李玉蓉说了几次 但是又不过牛大宝 只好拉着不想出去的小慧 离开的别墅 大约站在100米开外的地方 两个人心里无比地紧张 但是李玉蓉看了一眼小慧 不禁轻声地说道 不行 我得让秋菊派人来 要是老板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向这些姐姐们交代呀 小慧想了想说道 对 我们不能让大宝哥冒着生命危险 你赶紧联系秋菊长吧 李玉蓉是没有这个胆子的 于是赶紧打电话给到陈爽 把事情经过告诉他 然后陈爽说由他亲自来打电话 陈爽当时是吓出一身汗 真没有想到 今年变得稳重的牛大宝却突然间开始鲁莽起来 欧阳喜喜不值得他冒着生命去打酒 所以直接打电话给到秋菊 秋成功一听 当时就猛了 立刻带领人直奔事情发生地 此时此刻 牛大宝却是很镇定 因为小慧和李玉蓉都离开了 所以他现在很是轻松 一边安慰着欧阳喜喜 一边让自己镇定起来 对着图纸 慢慢地拆卸着 果然不到半个小时 牛大宝就将这个装置给拆卸了 看到欧阳喜喜手脚缩了回去 坐了起来 牛大宝很是开心 欧阳喜喜也顾不上自己的衣衫不整 直接就抱紧了牛大宝 哭得像个累人似的 但是 突然一声低的声音响起 牛大宝心头猛低一震 不禁推开欧阳喜喜 慌张地低下头 趴到了床底下 看到那里30秒的倒计时启动了 牛大宝当时便大惊失色 大叫一声 不好 立刻便抱起欧阳喜喜 朝着楼下冲去 他们两个刚刚跑出别墅 只见别墅就爆炸了 顿时浓烟四起 房子瞬间就没有了 大宝哥 老板 小慧和李玉蓉 当时站在百米开外 看到牛大宝倒了下去 顿时就吓得愣在了那里 眼睁睁地看着牛大宝 倒在了爆炸区域 等到浓烟散去 他们两个冲了过去 看到牛大宝和欧阳喜喜 两个人紧紧地搂在一起 而牛大宝却趴在他的身上 紧紧地将他护在身下 此时 秋成功也赶了过来 远远地就听到一声爆炸 然后便看到一片火海 当时他也是吓得不轻 等来到周边的时候 看到小慧和李玉蓉 蹲在两个人身边 当时他是真吓坏了 大宝 大宝 你没事吧 看到牛大宝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秋成功几个人都相当地紧张 立刻就要打急救电话 但是牛大宝突然间咳嗽了一声 然后便睁开了眼睛 大宝哥 你没事呀 三个人看到牛大宝咳嗽着 清醒了过来 当时便开心不已 他娘的 差点炸死我了 好在我反应快 要不然就真的死了 牛大宝 抹了一把脸上的灰尘 看了看他们 朝着他们笑了一下 忘料忘旁边的欧阳喜喜 不禁说道 他怎么样了 小慧和李玉蓉 此刻担心的是牛大宝 也没有顾及欧阳喜喜 所以听到牛大宝 说到欧阳喜喜时 却看到他也醒过来了 只不过 欧阳喜喜的腿受伤了 当时他们才发现 他的一条腿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了 大宝哥 我的腿 我的腿欧阳喜喜吓得痛哭起来 牛大宝当时也是愣住了 立刻看向欧阳喜喜 将他抱起来 安慰道 没事的 你别担心 一定会好起来的 大宝哥 我要死了对吗 看到怀抱里面的欧阳喜喜 牛大宝立刻安慰道 放心吧 一定会没有事的 邱成功立刻安排 警方启动调查 然后便对牛大宝说道 需要我派车吗 牛大宝摇了摇头 然后便将欧阳喜喜抱起上了车 直接开着车子朝着医院奔去 到了医院 小慧和牛大宝 陈爽三人站在那里 非常的焦急 为了不让李玉蓉的黑猫暴露 他们先让李玉蓉回去了 并且尽量找到邱处基 在这栋别墅处的一切踪迹 邱成功忙完现场后 便直接来到了医院 他也是挺担心欧阳喜喜的 毕竟有人说了 之前他的父亲 也从这栋别墅出来了 而欧阳喜喜 跟自己的父亲 也有那种关系 所以他必须要了解清楚 这爆炸是不是跟父亲有关系 看到欧阳喜喜还未从手术室出来 邱成功走到牛大宝的身边 轻声地说道 大宝 这件事情是不是我父亲做的 牛大宝愣了一下 然后便摇头说道 不是的 邱成功相当诧异地看着牛大宝 不禁疑惑地说道 大宝 你跟我说实话 这件事情跟我父亲有关系没有呀 牛大宝叹息了一声说道 没有关系 你放心吧 但是小慧和陈爽却很不明白 两个人一直盯着牛大宝看 觉得牛大宝 这是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牛大宝看出来这两个女人的疑惑 朝着他们使了使颜色 然后便说道 放心吧 这件事情我最清楚 跟你父亲没有关系 等到欧阳喜喜手术成功推出来后 医生告诉他们几个人 欧阳喜喜的手术很成功 但是很遗憾的事情 便是将来可能行走不方便 也就是所谓的可能会瘸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 只要不截肢 比什么都好 陈爽跟着欧阳喜喜的推车进到了病房 而牛大宝却和邱成功两个人走出了医院 两个人抽起了烟 坐在医院的前面大门处的 旁边的石阶上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似乎都藏着心事一般 大宝 我知道你骗我 但是我也明白 你为什么不想告诉我这些 但我是一个警察 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警察 你不要看到他是你爸 你就为了我而隐瞒 你这样对别人不公平 看到邱成功冷静地盯着他 看 牛大宝叹了口气说道 难道你会亲身送他进去吗 牛大宝这句话瞬间就击中了邱成功的弱点 只见他低下了头 思考了一下子后说道 虽然他确实是一个挺好的父亲 但是他犯罪 那就是更可怕 所以如果真的到了要亲手抓他的地步 我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牛大宝却是摇了摇头 接着便说道 大哥 你父亲不简单 我告诉你又怎么样 我们暂时抓不到他的把柄 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可怕 我现在都不知道 他布局了多少东西在我的身边 我每时每刻都会成为 他的监控对象知道吗 邱成功却突然间站起来 然后跪在牛大宝的身边说道 兄弟对不起 我知道这一切你都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是一名人民警察 我求求你 把我父亲犯罪的证据告诉我 我只希望尽量不要铸就大错的情况下 让他回头 也是我这个儿子该做的 牛大宝吓了一跳 看到他这个做儿子的公安局长 都快要生泪俱下了 牛大宝赶紧扶起他说道 大哥 你怎么能给我下跪呢 我不是好好的吗 那大哥问你一句话 如果将来某一天 你真的有危险了 难道你还甘愿这样不说出来 或者不反抗吗 牛大宝愣了愣说道 你是我大哥 我会忍让三次 但是为了正义 为了公平公正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非要逗个你死我活的情况下 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 邱成功愣了一下 然后便点头说道 好 好兄弟 我懂了 谢谢你说完话 邱成功便很忧心地走了 他是一个公安局长 这起爆炸案肯定要调查 毕竟在一个旅游度假区 他必须要查出来 否则无法交差 但是当欧阳喜喜醒过来后 他看了看手机信息后 顿时就相当的慌张 直接拉着牛大宝的手说道 大宝哥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警方知道 我这条腿 我这条腿 就是付出的代价 要是我们报警 那我以后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 牛大宝当然懂他的话 所以叹息了一声问道 你真的不想报警了 他可是强追了你 同时也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这可是刑事安件呀 但是欧阳喜喜咬着牙说道 我知道你跟他的儿子是好兄弟 这件事情你们一定可以摆平的 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我想离开这里 等到病好了 我就要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求求你了 牛大宝当时并没有答应 只是叹息了一声后 便出去给邱成功打电话了 过了一会儿 他才走进来说道 既然你这样做 就是有你的道理 我也不想追问了 只是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你要是离开这里 这一辈子就得重新来过 躺在病树上的欧阳喜喜 此刻看了一眼陈爽 他很是愧疚 眼泪哗哗地落下 接着便说道 爽姐 大宝哥 我对不起你们 我是一个贱女人 我不配和你们在一起 我想清楚了 我要重新来过 牛大宝耸耸肩 朝着陈爽示意了一下 然后便和他一起走出了病房 对着陈爽说道 你和邓玉环联系一下 让他联系一下林青 将他安排到国外去 让他投靠林青去吧 陈爽看到牛大宝头也不回地离开 那样的潇洒 那样的洒脱 不禁问道 你难道就能放下 难道你就不愿恨他 牛大宝挥了挥手 然后笑着说道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 不是我的求也求不回 与其这样 不予放手 陈爽听到牛大宝这样一说 顿时就喜出望外 发现 牛大宝不但有情有义 反而更让人放心多了 其实牛大宝清楚 欧阳喜喜肯定是看了信息 受到了威胁 或者说他手里还有其他的把柄在邱处基手里 因此 他也不想再追究 毕竟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 而他和邱处基的真正决斗才刚刚开始 邱成功接到牛大宝的电话后 当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真的没有想到 牛大宝这个兄弟 居然会把这起有蓄谋的爆炸事故 让他搞成煤气爆炸事故 并且还说欧阳喜喜不需要赔偿 也不追究任何责任 虽然运作起来有点困难 但是人员伤情不重 他操作起来虽然费了一番劲 但还是把这件事情摆平了 与此同时 京都黄树医院 作为京都最高级别的私人医院 这里的住院费用一天将近一万元 而在最好的病房里 李河依然还在昏迷着 李沁每个星期都会抽三到四天时间 来陪自己的妹妹 平时是他请来的高级护工 一个月一万元来照顾李河 这一天 一个穿着白色大褂的女医生走了进来 高级护工是个三十岁的女人 看到医生来了 没有一丝的怀疑 立刻就走出了病房 这个白色大褂的女医生左右 瞧了瞧 然后便反锁上了房门 走到李河的跟前 紧接着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东西 慢慢地灌进了他的书页瓶中 看到护工还没有进来 他装作检查的样子 将他的嘴拧开 将一粒小小的东西 塞进了他的嘴巴 然后便给他喝了点水 直到李河躺在那里 没有任何的不适合 他才长嘘了口气 打开门走出去 看到护工在那里打电话 他把护工叫过来说道 你要好好的照顾好他 每天要准备给他喝点水 有什么情况 赶紧叫护士 并且叫医生过来查看 护工看到每天来的医生 也有不同的 所以也没有怀疑 只是点了点头 一直没有过多的去注意 眼前这个女医生 女医生静止走开了 转到楼下的时候 直接往消防通道走 然后脱下了医护的衣服 瞬间就变成了一个高挑的气质女人 好身材 好容貌 还一下子吸引了医院里面的人 只是这个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大部分人都睡了 少部分人也并没有去注意这个女人 只是个别男人盯着她 看着不眨眼罢了 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 没有任何的不平常 李沁还是照样过来看望李河 发现妹妹的嘴巴有点小血泡 于是便问医生 医生说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也并没有引起重视 而此时 牛大宝在龙宫县 却一直没有行动 只是直接去了五台山 找到了师傅无量大师 看到牛大宝带来了一百万现金 还有众多的礼物 无量大师显得受宠若惊 都快一年了 没有见到自己这个最为得意的弟子 此时此刻 他是真的太开心了 坐在师傅的房间里 无量大师却坐在他的禅座上 看着眼前跪在自己跟前的牛大宝 不禁说道 人生总会有许多的坎坷 你也经过了 相信这一年来 你可是吃了许多的苦头吧 牛大宝跪在地上 跟师傅深深的鞠躬 然后才说道 师傅 你老人家的教会我一直未忘 虽然这一年来 徒弟我也吃了很多的苦 甚至好几次都在生死边缘 但是如果没有师傅教我本事 我相信自己早就离开了人世 这一次 真的多亏了师傅你的锦囊妙计 要不是这个锦囊 我相信 我已经炸死了 无量大师笑了笑 不禁睁开了眼睛说道 一年没见 便稳重了 师傅没有看错你 只是你是人中龙 遇到的事情也会坎坷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做 牛大宝思考了一下子 然后便说道 师傅 现在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大部分人和事 我已经处理完毕了 但是 天龙会的带头大哥秋处基 这个人 我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去对付他 无量大师却是笑了笑说道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牛大宝愣了一下 不经皱眉道 我不想做犯罪的事情 师傅 我真的不忍心 无量大师却是摇头说道 你没有懂我的意思 既然别人可以大胆而为 你为何要偷偷摸摸呢 牛大宝顿时眼前一亮 轻声地问道 师傅 莫非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大胆地去闯 去应对 对吗 无量大师点头 又摇头说道 只说对了一半 你的命里有女人缘 命里犯桃花挡也挡不住 但是收放不自如 太过于狂放 记得以后要能收能缩 知道该疫的时候疫 该养的时候一定要养 你现在自保没有问题 而且你身体也不差 何不利用自己的优势呢 牛大宝听师傅这样一说 顿时就尴尬地说道 师傅 你不是想让我利用自己的身体 去接触那些女人吧 无量大师哈哈大笑起来 指着牛大宝说道 你这徒儿 怎么会这样误解呢 你命里犯桃花 本是你作为男人的好事 至于你有多少男人 那是你的命 但是你认识的女人中 难道没有可以帮你逆袭的吗 你得好好利用他们 帮你打开生意的大门 要想长久收放自如 稳住他们也是有必要的 为师这里有些要玩 你拿回去好好补补 不要亏待了那些 对你好的女人 无量大师 在牛大宝临走的时候 依然给了他三个锦囊 对他说道 这三个锦囊事关重要 和上次一样 除非到了要救命 自和的地步才可以拆开 切不可以 在无关锦要的时候 私自拆开哦 牛大宝将钱和礼物 放到师父的房间 然后便离开了 而无量大师这个时候 却把自己的小书徒叫过来说道 你们的大师兄走了 这一别将会是永远 你拿点钱 给我准备一副棺材吧 小徒弟一听 顿时就哭着说道 师父 你这是做什么呀 无量大师叹了口气说道 命中注定遇到这个徒儿 但是 这个徒儿是克我的徒儿 不过我也活了这么久 够了 师父 你不要这样说 我不想你死 你要死了 这五台山怎么办 我怎么办呀 小徒弟不懂 但是 无量大师却说道 别伤心 我命中注定了就这样 你明天拿着这钱下一趟山 将钱存到账户上 然后给你家人拿点钱回去 玩个两三天回来吧 小徒弟不肯走 但是无量大师却生气地说道 如果你不按我的要求离开 那我就要生气了 看到无量大师生气了 小徒弟没有办法 只好点头说道 好的 师父 我听你的就是了 无量大师才开心地笑了笑 轻轻地摸着他的小光头说道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也没有什么给你的 到时候 那卡里面低钱都归你 要是百年之后 我真的不在了 这五台山就属于你的了 好好经营下去 为百姓多祈福 你下山后 办完事 再去龙宫县 找你的师兄牛大宝 把这封信交给他 让他按信上的要求办 小徒弟跪拜后 便拿着钱和东西离开了房间 无量大师轻轻地按着手指头 突然间眼前一亮 紧接着便冷笑一声道 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躲也躲不掉 看来我们师兄弟是要再次见面了 不过他却叹息一声 随即说道 可惜了世上的奇女子 只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 牛大宝回到龙宫县的家里面 吃了师父的药丸 顿时就神清气爽 精力充沛 两天两夜 让小慧和陈爽两个女人 享尽女人之快乐 但是当无量大师的小徒弟跑来找到他 将书信交给他的时候 他完全就是猛了 顿时就大叫一声 不好 师父出事了 小徒弟当时都慌了 也不知道这个师兄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何说叫不好了 出大事了 这个小徒弟 其实跟着无量大师的时间要久一点 但是论天赋 论地位在无量大师眼中都不及牛大宝 所以他也只能被师父生硬的做了牛大宝的师弟 他看着牛大宝一边读着书信 一边显得极为慌张不已的样子 他的心里也是相当的难受 生怕师父出什么事情 牛大宝接过书信 意识到很不妙 不禁战战兢兢地打开书信 看着看着 顿时就眼眶湿润起来了 爱图大宝 为师时辰已到 该和自己陪伴的人在一起了 实不相瞒 为师有事托付于你 其实师父叫做无凭 你的小师弟叫做无财 是我亲生儿子 除了你 他是我最牵挂 最不放心的人 所以为师只能将他托付于你 希望你能以后帮我多照顾 照顾你的小师弟 师父会非常感激你 同时请不要将我的事告别上师弟 以后就让他不要上山了 这一次 师父的结束到了 也该走了 我的师兄秋处姬和我一样 精通风水补算 切记不要硬碰 我离开后 你凡事都要小心 借交借造 切记莫冲动行事 保重身体 为师会在天堂保佑你的 无量亲笔 只是牛大宝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小徒弟 自己的小师弟居然会是 无量大师的亲生儿子 这让他当时特别的震惊 看到牛大宝不说话 愣在那里 而且还流下了眼泪 这个叫做无财的小师弟 对时就慌了 师兄 师父怎么样了 牛大宝轻轻地摸着他的头 笑了笑说道 没事 师父他老人家一切安好 你安心地在龙宫县晚上几天吧 看到牛大宝说没事了 无财当时愣了一下 然后才点了点头 牛大宝给牛小梗打了一个电话 将他过来把无财带走了 带无财到天心市去玩几天 然后便带上小慧和陈爽开车直奔五台山 他现在最担心的便是师父 真不知道师父为何要写那一封告别信 到了五花山上 牛大宝顿时就愣住了 这里并没有任何的变动 相反整个院子都是非常的整气干净 而师父却坐在他房间的馋 坐上面 一动也不动 牛大宝打开门 看着他那安详的样子 顿时就吓坏了 果然过去是叹了一下他的鼻息 一点呼吸也没有了 看到师父那安详的坐在禅座上 似乎去的时候并没有痛苦 牛大宝顿时就再也抑制不住了内心的伤心 眼泪猛地流了出来 为了遵照师父的遗嘱 他简单地操办了师父的葬礼 随后便下了山 五花山从此便只剩下师父一个孤零零的魂魄在那里守着了 因为师父信里也清楚地写着 不希望无为再回到五花山上了 料理完后事后 牛大宝再次回到龙宫县 本想去见见秋处击这只老狐狸的 但是却突然间接到了李庆的电话 大宝哥 何何出现了严重的反应 你能过来一下吗 牛大宝当时变慌了 立刻便前往京都 来到了李河的病房前 但是看到李河那越来越虚弱的样子 还有那嘴唇溃疡的样子 身上出现红色的斑点 这让牛大宝有点疑惑 医生说问题不大 做了相关检查 并未检查出有问题 但是牛大宝觉得 这并不是病人躺久了的原因 为了确切查明原因 牛大宝咬咬牙 打电话给到邓玉环 让他赶紧回国 过来帮忙看看李河的病因 之所以相信邓玉环 那是因为邓玉环的医术 是非常的精湛 一般的疑难杂症 他都可以解决掉 并不是他不相信医生的医术 而是他更相信中医 邓玉环连夜坐飞要回来了 看到李河的病情 顿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经过一天的观察 对中医医术的精湛推测 他当时就显得极为慌张 将李沁和牛大宝拉到一边 大宝 你们两个要有心理准备 我初步怀疑 李河是拱中毒 什么拱中毒 顿时牛大宝和李沁 两个人震惊不已 觉得怎么可能呢 邓姐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一直好好的 在医院里面 怎么可能会拱中毒呢 牛大宝和李沁都不相信 再说了 在这样高级别的医院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邓玉环叹了口气说道 我也不相信 但是他的临床表现 再加上中医里的相关知识点 我敢断定 他就是拱中毒 这个需要医院配合检查一下 就知道了牛大宝当时变慌了 快速地说道 那好 不管怎么样 先让医院做拱中毒的检查 要是真的 一定要彻查 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 此时此刻的牛大宝是相当自责的 潜意识里 他知道 李河都是为了他才变成这样的 要是再被人下毒 那这一辈子 他都不会原谅自己 同时想到 他和天龙会之间的恩恩怨怨 师父刚刚离开 现在李河又出现这样子的事情 这让他不得不更加警惕起来 但是这个时候 邓玉环点了点头 同时却弱弱地说道 更为棘手的事情是 这个拱中毒已经掩盖了李河有身孕的事实 也就是说 其实 李河已经怀孕了 什么 李河怀孕了牛大宝当时脑袋猛地被敲了一下似的 这老天真是会开玩笑 李河也懵了 真的没有想到 自己的妹妹居然还怀了牛大宝的孩子 这让他不禁又喜又愁的 所以赶紧问道 那这拱中毒会不会对孩子有危险 邓玉环点头说道 是的 具体要等到检查结果 我现在担心的是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可能大小都保不住了 刹那间 整个房间都静悄悄的 陈爽 小慧 李沁三个女人瞬间眼泪都出来了 牛大宝走到李河的跟前 摸着他发烧的额头 紧紧地拽着他的手 转过头来 眼泪巴巴地说道 邓姐 想想办法救救他 邓玉环叹了口气说道 一切等检查结果出来再说 你们赶紧和医院对接 尽快停止现在的所有用药 并且进行排查 要彻底查出哪里出了问题 现在病人的肾出现衰竭的症状 而且心脏也受到损失 要是不针对性的治疗 怕是大小都不保了 牛大宝一听 顿时便对着身边的几个女人说道 你们赶紧叫医生过来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的院长 牛大宝是真的相信邓玉环的诊断 所以此时此刻 他去找院长 就是要明确责任 一定要找出真凶 同时也要对黄树医院进行追责 这拱中毒并不是一般的小事情 不过牛大宝立刻把陈爽和李庆叫住 朝着邓玉环点头说道 联系燕眉 你们立刻报警 然后做检查你们全程跟进 如果结果出来跟邓姐的相差 立刻转院 找我们自己的人办这样的事情 一定不能让这件事情就这样糊弄过去了 他们深知牛大宝的意思 顿时就点头分头行动了 牛大宝想了想 结果暂时并未出来 就怕医院知道了情况后 立刻对监控进行了销毁 于是便把小慧叫了过来 跟他说道 想办法潜入他们的监控室 把那些监控录像带全部复制下来 记得动作一定要快 成功了 就给我发个信息 小慧便立刻心领神会 于是便离开了 牛大宝一直在等着结果 也是想让小慧拿到证据后 再去找院长 不过在这之前 他想了想 于是给唐娇娇打了一个电话 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唐娇娇一惊 不惊说道 我现在就在天心市呀 怎么了 牛大宝想了想后说道 李河在黄树医院被人动了手脚 现在我们怀疑拱中毒 我们需要进行检查 但是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必须帮我安排人过来 给黄树医院施压 你安排人和我对接 如果黄树医院不肯听我的话 我就要让黄树医院直接消失 唐娇娇一听 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寻常 知道这件事情必须要帮助牛大宝 难得他开口 于是便思考了一下后说道 好的 你放心 我马上安排 有了天主的人支持 牛大宝顿时就有了底气 于是便坐在那里 显得极为神器 现在就是想等双方的消息 检查很快就出来了 但是果然如牛大宝所说的一样 医院的结果是没有任何问题 一切正常 是病患可能上火的原因 而牛大宝却冷笑一声 立刻让陈爽去找那个护工大姐 但是却发现 护工不见了 这让牛大宝发现 看来是时候去找医院的院长了 牛大宝直接乘坐电梯上了十楼 来到了院长办公室 却发现办公室房门紧闭 顿时便皱了皱眉头 旁边的墙上有各智能部门的岗位 牛大宝一眼就看到了 那个秃头的陈院长 不过大约半小时后 只见旁边一个会议室里面走出一批医生 看来是刚刚开完会议 牛大宝盯着眼前的几个人看了看 只见一个秃头走进了院长办公室 瞧见他身上那一股油腻的样子 他就断定这个秃头肯定就是陈院长 不过随后又走进去几个人 牛大宝看到没有人 于是便走到门口听了起来 陈院长 我已经通知化验科了 这件事情不会再泄露出去 但是现在患者的家属 已经提出质疑了 这怎么办 这个秃头却是皱着眉头说道 赶紧想办法 活得变得死的 难道不是你们这些人的拿手好戏吗 你们要知道 要是这件事情爆出去 那我们这个医院就要出大事了 随后几个医生便出来了 牛大宝早就回到了座位上 等几个医生离开 他便走到院长门口 轻轻地敲响了门 请进 牛大宝推开门走了进去 然后便叫门反锁 朝着这个秃头微微地笑了笑 陈院长 你好 秃头奇怪地看了看 不禁皱着眉头 我是陈院长 您是 牛大宝却不慌不忙地翘起二郎腿说道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想知道 我的人在你医院拱中毒这件事情 你打算怎么处理 陈院长一听 顿时就慌了 盯着牛大宝看 发现他的眼睛里是那样的强势 分明就是过来找他责任的 他刚刚开完会议 不治完一切后 现在家属就找来了 他当时后背都冒出汗来 但是他还是个老狐狸 岂能被牛大宝这样干凳着扰乱心思 你说什么 拱中毒有没有搞错 你是哪个病人的家属 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可是牛大宝明知道他在演戏 却直接说到VIP病房里和和 你帮忙查查 我现在就是想要个结果 看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为何病人到你们医院 会出现拱中毒的事情 陈院长当时站了起来 故意给牛大宝倒了杯水 坐在他的对面 装作皱着眉头说道 来 喝口水 你先别激动 具体情况你能跟我说说吗 我现在想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 看到这个陈院长拖时间 牛大宝发现自己的手机来信息了 于是拿出来一看 是小慧发来了 他已经顺利把监控拿到手了 只是小慧也说了 中间有一段监控被删除了 这让他不禁皱了皱眉头 看来这期间肯定有问题 要不然怎么会删除呢 牛大宝也没有发表过激的言论 只是盯着陈院长看了看 然后便将情况说了后说道 陈院长 我希望你们的检查能够准确一点 陈院长点了点头 故意给相关科室的医生打了个电话 又问了问了李河的主治医生 于是便放下电话说道 你放心 我已经通知各科室 对患者进行专家会诊 会尽快给你们一个解释的 至于是不是拱中毒 我们的专家也会有定论的 牛大宝笑了笑说道 好 我等你们的结论 一个小时够了吧 说完话 牛大宝便继续坐在那里 就是不出院长的办公室 而陈院长却相当的难堪 想给下面的人发号施令也不方便 只好拿起手机想通过手机远程遥控 但是牛大宝却说道 陈院长 你现在很忙吗 要是不忙的话 我来给你讲讲我的故事 陈院长有点尴尬 知道这个是牛大宝在这里阻止他的行为 心里很不愿意 但作为院长 只好放下手机说道 可以呀 愿意倾听你的故事 牛大宝于是便将自己的姓名说了出来 然后把跟那些人的斗争 最后几个人都死于非命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顿时就看到陈院长额头上直冒冷汗 陈院长是真的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牛大宝 这让他开始慌张起来 觉得眼前这个可不是一个容易忽悠的主 牛大宝看到陈院长额头直冒汗 不禁走到他的身后 轻轻地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小声地说道 陈院长 你有没有发现 我其实很倒霉的 死里逃生这么多次 但是每次都没有死去 这是不是所谓的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呢 陈院长毕竟还是个老狐狸 不禁点头笑着说道 嗯 原来是牛大宝 你的大名如雷贯耳 早就听说你了 想不到 今天在这里是到你了 牛大宝笑了笑说道 陈院长 我希望你能亲自关切一下 我的这个病人 你知道的 我的人检查出来的不会出错的 要是你觉得你们医院检查不出来 可以跟我说 我们可以转院的 陈院长想了想 赶紧说道 好的 牛总 你放心 我会立刻跟进这个事情 尽快给你一个答复 牛大宝轻轻地拍了拍了 陈院长的肩膀说道 好 那我就等陈院长的消息了 看着牛大宝笑着离开办公室 陈院长立刻拿来纸巾 擦掉额头上的汗珠 不禁立刻就掏出电话 打了出去 刘小姐 你之前说的可是会算数吧 现得牛大宝找上门来了 你是不知道 他变着花样威胁我呢 对方沉默了一下后说道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我会帮你的 挂掉电话后 陈院长便立刻走出了办公室 他亲自要去安排接下来的处理 牛大宝回到李河的病房 发现李河又再次被拉去做检查了 不过由邓玉环和陈爽跟着 他自然是不担心 不过让牛大宝有点无语的 李沁找来的警察却发现并不是那样的用心 所以牛大宝便把李沁拉了出去 你们李氏集团在京都也是名门望族 怎么没有靠谱的人吗 李沁尴尬的摇了摇头说道 有呀 不知道为什么 这半年来 京都有了一种微妙的变化 现在这些人开始跟我们有点划清界限了 牛大宝皱了皱眉头 然后便说道 那你现在觉得靠谱的 又可用的人有没有呢 李沁想了想后说道 有 但是他一般不会出山 他要是出山 这件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了 牛大宝想了想说道 这个人是谁 李沁不好意思的说道 京都警察的老大孔玉 牛大宝皱着眉头 想了想 不禁问道 是个女人 李沁点头说道 是的 这个人性格脾气很古怪 是一个很中立的人 但也挺有正义的 不过很难接触 甚至我们都见不到他人 要是能搭上他这条线 那这次的事情 肯定能够很快解决 是吗 京都还有这么强横的女人吗 李沁点头说道 是的 我们一般都见不到他本人 只能见到他下面的老二 老三 连着老二老三 也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才能有机会见面 办个事情的话 也是需要很大的面子 牛大宝很是感慨 发现这些经商的人 就连李氏家族这样的顶级家族 在这些当官的人面前 都是些小卒子 那能安排我见见他吗 我想办法接触一下 或许我能说服他帮忙看到牛大宝那很认真的样子 李沁想了想后 于是便说道 好 我想想办法 不过等到李沁出去打电话的时候 牛大宝却接到了刘彩凤的电话 这让他显得极为疑惑 怎么 这个时候刘彩凤打来电话了呢 喂 大宝 我听说你们到京都了 怎么来了不跟我说一声呢 牛大宝诧异地皱起了眉头说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呢 刘彩凤却是停顿了几秒才说道 我听小梗说 你们到京都来了 所以我赶紧打电话给你 你们还在医院吗 我现在就来看看你们 牛大宝想了想后说道 这样吧 现在这边还在处理点事情 等十一点后我们再见面吧 刘彩凤说 十一点后到医院附近的酒店见面 然后便挂上了电话 牛大宝拿着手机看了看 想了想刚才的事情 不禁皱着眉头 然后便觉得有点怪怪的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晚上十点半 黄树医院的检查出来了 但是医生却迟迟没有拿出报告 也没有告知具体的检查结果 他们主动询问 医生说报告还没有出来 牛大宝当时想了想 为了能够顺利保证 李河的病情 觉得这个黄树医院不能再呆了 于是连夜将李河转移到了 京都第一人民医院 只是当李河转移后 黄树医院的主任以上的医生 都去开会了 而且还是一个紧急会议 这让牛大宝更加觉得 接下来的暴风雨 可能又是一场恶战了 不过李河转移医院后 拱中毒的事情 却是很快得到了确诊 进行了专家会诊 很快就用了上药 同时也将李河转移到了 ICU病房 这让牛大宝放心不少 因为邓玉环一直守着旁边 一直观察着李河的情况 到了京都第一人民医院后 李河的病情明显有了一定的回暖迹象 到了晚上十点钟 刘彩凤发来信息 说是在黄树医院旁边的一家连锁酒店 他在那里等他 牛大宝想了想 于是便和陈爽说了 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同时让小慧赶紧对监控视频进行处理 看看李河病房到底有没有可疑的人物 牛大宝开着车子直奔黄树医院附近的连锁酒店 车子刚刚快要到达黄树医院的时候 牛大宝突然间发现一辆车子猛的失控 冲进了旁边的小河中 刹那间 心地善良的牛大宝便立刻停车 跳了下去 此时 路边的行人也吓坏了 看到有个人直接跳下水 钻到那车子下面去了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有人打了报警电话 也有的人纷纷跳下去 但是这河水有点脏 并且还挺深的 一下子将车子淹没了 由于是大晚上 且路边的灯光挺暗淡 所以下去的人不敢往下前 纷纷上了岸 大家纷纷没有见到那个跳下去的小伙子 以为这小伙子可能是也出了危险 显得很是着急 牛大宝前到车子下面 一直摸索着车窗 还好 车子的车窗是打开的 但是女人似乎是晕过去了 里面都是水 牛大宝二话不说抱着他就往外转 但是被安全带卡住了 牛大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把这个女人给拉出来 抱着他往上游 但是这个女人却紧紧地抱着牛大宝 对时两个人就往下沉 因为这个女人并不是不会游泳 而是受到了惊吓 受了伤 才发出本能的求救信号 牛大宝也感觉到自己好被食 居然在这紧要关头 没有从后面揪住这个女人往上转 反而被他紧紧地抱着身子 两个人都往下沉去 这黑乎乎的晚上 两个人往上看能看到微弱的亮光 但是牛大宝知道 再这样下去 那两个人都会淹死在这里 牛大宝使了吃奶的劲 都没有把这个女人推开 关键时刻 这个女人双腿 还紧紧地夹住了他的腿 这可把牛大宝吓得要死 但是牛大宝是大难不死的男人 他岂能让这个女人 把自己给拖累死了 大约往下沉了三米的样子 牛大宝猛地双手端起他的脸蛋 然后直接吻了上去 当时那个在慌忙中的女人也是慌了 顿时手脚瞬间就松开了 牛大宝这一招真是恰当好处 不知道是这个女人好久没有被亲吻过了原因 还是觉得自己冒犯了 第一时间有一种赶紧推开牛大宝的意识 也是这样 牛大宝才能够顺利地钻到他的后面 双手从他的胳膊下面绕过去 紧紧地拉着他往上面拉去 牛大宝一直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施救手法出现了偏差 只见他的双手不偏不倚直接抓着他的胸 而他也未意识到 直到他们两个浮出了水面 这个女人此时已经失去了意识 刚开始的时候 牛大宝并没有发现 直到手掌肩上会进来软绵绵的感觉 才突然间发现 自己居然在这么无礼貌地 碰到了不该碰的地方 牛大宝在大家的帮忙下 很快将这个女人给拉了上来 然后趁着夜黑 既然就上来了 肯定就不想让这个女人死去 其实枪水也不过几分钟的事情 人工呼吸 心肺复苏 流畅的施救步骤 这个女人很快变醒了过来 只是当这个女人嘴里吐出很多水后 牛大宝兴奋之鱼 瞧见这个女人的容貌后 顿时就不敢相信 这戏看 这不是龙公县的常务副县长 孔杰吗 领导 怎么是你 牛大宝根本并不知道 眼前这个女人并不是孔杰 这个女人可是孔杰的姐姐孔玉 年纪相差了好几岁 但是长相却像是一个母子出来似的 此时 远处的救护车也来了 女人睁开了眼睛看了看 发现眼前这个小子很奇怪 居然认识自己 而且还叫了一声领导 他以为牛大宝只不过是京都认识他中的人之一罢了 所以只是感激地点了点头 便被救护车拉走了 牛大宝当时想了想 也跟着救护车走了 只是坐在救护车那里 他发现眼前这个领导怎么有点陌生 他的眼神跟之前看到的孔杰完全不一样 他很纳闷 但是眼前这个女人可能是枪水太多 现在很虚弱 所以他很快闭上了眼睛 到了医院 进行了检查 只是让牛大宝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刚到医院没有多久 就来了一大批人 而这些人 他一个也不认识 他们除了表达对牛大宝的感谢外 都在病房里面围着那个女人 看到这一幕 牛大宝突然间发现 自己只不过是个商人 看来在孔杰这样的领导面前 他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 看到领导身边有这么多人关心 牛大宝悄悄地离开了医院 而是打车来到了出事地点 回到车上 并且帮助打捞队一起打捞上了车子 忙完这些 牛大宝才发现 自己放在车上的手机 已经有许多的未接电话 都是刘彩凤打来的 赶紧给刘彩凤打了过去 刘彩凤还以为牛大宝放鸽子了 谁知道听到他说救了人 耽误了时间后 那边的刘彩凤却停顿了好久 才说道 我现在给你准备衣服 你过来换衣服吧 牛大宝车尾箱有一件备用衣服 虽然不正式 但还是能用 所以便赶紧打电话给到邱成功说道 邱菊 你赶紧联系一下孔副县长的秘书 孔副县长在京都落水了 我刚刚就上来 看看县里要不要派领导过来 对接一下 邱成功此刻正和孔杰等几个领导吃饭 听到牛大宝这样一说 顿时就疑惑不解 笑着说道 大宝 你是不是搞错人了 看错人了 孔副县长正在和我们一起吃饭呢 他一直在龙宫县 怎么可能跑到京都去了呢 牛大宝有点不敢置信 于是便说道 不可能 刚刚我亲自就上来的 怎么可能会看错 别人看错有可能 我亲身经历的还不相信吗 可是这个时候 邱成功却说道 好 你不信的话 我现在挂电话 我谈视频过来 你就知道了 挂掉电话后 邱成功果然谈视频过来了 而且视频里面如邱成功说的一样 现几个领导和他一起在吃饭 而且孔杰却是正活生生在在跟献两把手在交谈着 看到邱成功提到自己的名字 孔杰心里一阵惊喜 立刻接过邱成功的手机 在视频那头对着牛大宝笑着说道 牛总 好久不见了 你什么时候回龙宫县 我们好好喝一杯呀 看着对面这个妩媚动人的妞 牛大宝真的不敢置信 于是便说道 领导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穿越了吗 刚刚我不是看到你在京都开车落水了吗 这个人跟你一模一样 你怎么就出现在龙宫县了 这下把我整迷糊了 顿时孔杰脸色一沉 立刻说道 什么 落水了 你看到的那个人是我的姐姐呀 牛大宝也是一脸猛逼 只见对面的孔杰立刻就离开了视频区域 拿起衣服起身便告辞了领导 看到他说的没有错 牛大宝救的可是他的亲姐姐 我的天呀 难道这个世界上真有这么像的姐妹吗 如果说纳塔莎两姐妹 是双胞胎挺像的 但孔杰 这两姐妹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这可把牛大宝当时给震惊的愣在了原地 邱成功看到 牛大宝那一脸猛逼的样子 不禁低声道 兄弟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救的可是我们孔父县长的姐姐孔玉 他们长得特别像 人家可是京都的大人物 这下你可是又攀上大人物了 恭喜呀 牛大宝皱着眉头愣了一下 然后便说道 我可没有想这些 只是助人为乐罢了 算了 不说这个事情了 等我回来再说吧 挂掉电话 看到邱成功脸上的微笑 其实牛大宝笑不出来 因为邱成功的父亲邱处基的事情都没有处理完毕 总有一天 他们两个要争斗在一起 而邱成功夹在中间 他该怎么做呢 牛大宝刚刚启动车准备去刘彩凤那里 却接到了孔杰的电话 大宝 谢谢你救了我姐 我和我姐会报答你的 我现在马上赶去京都 等我忙完了再联系你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剧集顺序 开启下一集 请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